现在市场就好像都关注疫情的情况 跟大家报一报general的新闻 在内地星期一新增有209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个数字其实创造了22个月以来的单日新高 其中有175宗在陝西西安 另外美国单日确诊都达到54万 看到港股其实是五年升 但是近日或者昨天看到疫情的忧虑又再重燃 你觉得对大市反弹构成会不会有很大的隐忧呢 就是这个疫情 以及接近这几天没有北水的情况之下 恒指会在什么水平上落呢 其实没有成交上落可能更加急 看你怎样看 首先讲到疫情那边 看到任何地方都好像有一个扩散的迹象 不过看之前你说欧美那边扩散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是杀得挺急的 但是接着很快又没事了 我想疫情对于股市的影响 尤其是欧美股市 敏感度是挺高的 你看看官方的口吻是怎样的 好像美国那边的 初初就提到疫情也有点害怕的 那就会杀下去了 但是接着拜登就说 我们不会封城的 我们继续经济会继续运行的 接着市场又抽上去 所以也很看个别人的言论 或者大市的趋向是怎样的 你说至于内地的 我又觉得是多了的 但其实数目就不算太多了 还有我又觉得 我们的祖国一定可以控制到这个疫情的 所以我也觉得不会太担心了 当然你说担心的可能是 相关的板块会不会有少少杀仓的 例如你说炒开零售股 或者一些赌股 这些大家就要有敏感度 或者你对于消息的掌握度要提高一点 但是你说对于港股自身 我都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港股都跌到这样 应该不会太受疫情影响了 我想什么消息都反映了 而且我想你看到的港股除了去年 因为新冠肺炎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刺下去之后 开始对于疫情的敏感度都低了很多 反而是反过来看回其他的因素 可能你说反垄断 或者其他影响到市场的一些消息 反而比疫情更大 所以我就觉得港股又不会太大影响 是的 疫情对港股后市的影响 你判断就不是很大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 未来的成交未必会很多 还有都没有北水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恒指会在什么水平上落呢 我想真的 这么说成交一定是少的 通常这些可能会不会 杀手不及都不出奇 因为通常成交少的时候 就乱无上无落 不过昨天就明显看到那个假期的走势 通常头半个小时高低位就完成了 接着就橫行的 我想这一两天都不出奇的 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 我认为这次的一个错上错落的机会 可能会不会在其次结算 可能在明天 或者可能会到最后一天 三十一号半日市的事会出现 因为可能会不会有些 window dressing 我们经常都期望那些window dressing 期望那些 不知道有没有 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你问我的 什么市场都有得炒的 如果你说为这些市场 我想如果你说在这些市场 拨有些错上错落的 某程度上就是手术代套的 因为真的 我想消息就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纯粹拨下一些钱 会不会抽上抽下 那你如果还有兴趣 在这两三天拨杀的时候 你就会看着 可能一些technical 分钟图去看看棋子 有没有得炒一下 不然不如安安心心 过年更好 是吧 就是方向又未必是很明确 是的